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有电厂发生事故 台北 新北 桃园等地大范围停电 据报中国考虑 由副总理胡春华接替刘鹤 主导与美国经济对话 各位 本港多三宗新冠病毒确诊 唯一本地病例与早前个案有关联 已经连续六天没有源头不明个案 初步确诊就少于五宗 新增本地个案的患者是早前感染变种病毒 住在佐敦博家市大厦非英女护士的哥哥的40岁女友 两宗输入个案分别为一名有法国敌港的43岁男子 验出带有印度流行的变种病毒 以及一名来自印尼的35岁女佣 申诉专员工署审视全港公厕的管理及维修问题 指工程延误罚则没有阻壑力 翻新进度缓慢 平均每间隔17年才翻新一次 认为有改善之处 外出遇到人有三级 看到公厕未生差可能未必会进入 申诉专员主动调查公厕的管理及维修问题 建筑署负责经管外判承办商的保养维修工程 发现有承建商更换感应室自动冲测罚 工程涉及320元 但延误125日 按机制只赔偿54元 也有承建商维修天花 墙身混凝土等 工程涉及330元 延误16日 只赔2元 每年只是有诉中的个案是有延误的 不过我们调查发言承办商严重延误的个案 建筑署所收取的算定损害赔偿金额并不高 由于原本的工程费用较低 所以这个赔偿金额算了出来只是54元 建筑署需要考虑提高施工令的佛质 避免工程持续延误 另外全港有808间公厕 每年只有48间翻新 平均每间隔17年才翻新一次 公署认为应定期检讨 翻新优次 改善失修情况 至于公厕的清洁服务 约200间由10环署直接提供 其余由外判商负责 公署批评署方直辖公厕 员工表现没有客观标准及罚则 即使有投诉都没有员工被罚 而外判清洁的公厕 被存外判商失责资料 但未成上总部 时环署总部难以监管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另外 申诉专员工署也主动调查 升降机以及自动电梯监管机制 认为有需要提升 2017至2018年间 本港发生多宗涉及自动电梯 和升降机事故 安全监管问题备受关注 申诉专员工署的主动调查发现 机电署的巡查成效存疑 目前升降机及自动电梯 必须每月定期保养至少一次 但署方巡查当日 一般会事先联络承办商 确认保养时间 就算18年底起 加入突击巡查 但之后一年间 针对旧式升降机的突击检查 只占整体3.6% 建议加强比率 公署又称 属方只是在场监查 难以知道升降机部件等是否失修 建议可要求相关人员等 做保养时要拍照记录 方便属方有需要时追查 截至去年初 全港有约7万部升降机 及近1万部自动电梯 当中分别有5×6 及4×6 及021年或以上 公署调查后发现 直到去年底 只有约1×8的旧式升降机 及约7.5%的旧式自动电梯 参与当局优化计划 加装安全装置 成效并不显著 公署建议基电署 研究其他可行方案 并透露对方证研究 强制优化的可行性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两名女子被裁定在2018年 九龙西立法会补选中 串谋舞弊行为罪程 月底宣判 其中一人是立法会议员李慧琼 的前兼职助理王威霞 西九龙裁判法院 赞委裁判官许兆强裁写实质 根据王威霞与另一女被告 邓一梅的通讯记录 可以相信两人有达成协议 提供约值100元 有日用品及食品的付带 又使他人投票给民间联德 郑永顺 裁定两人串谋 在选举中舞弊 向他人提供利益罪程 本月26号判刑 两人需要还押 至于被要求投票的另外两名被告 裁判官说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他们接受利益是投票意向的诱因 认为有合理疑点 才定两人脱罪 台湾有发电厂故障 引发全台大规模停电 受停电影响 台北市有马路交通灯失灵 南投县政府大楼停电 办公受阻 在高雄 有百货公司突然停电 位于高雄的新达电厂 下午两点多 因为故障停机 导致系统供电能力不足 需要紧急分区轮流停电 受影响范围遍布全台 包括台北 桃园 台中 南投 高雄等地 其中台中有近三万户停电 台电正全力抢修 台北捷运 桃园机场等运作 未受影响 蔡英文总统在社交网站指 当局正紧急维修 供电将陆续恢复 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据报副总理胡春华 可能接替另一位副总理刘鹤 主则与美国的经贸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上周预计 短期会与中方贸易代表谈判 但对象未必是去年初代表中方签订 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副总理刘鹤 华尔街日报引出消息指 中方考虑由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 代替刘鹤主持于美国的经贸谈判 但未有最终决定 报道认为58岁的胡春华 较接近70岁的刘鹤年轻 而且现实已主管商务部 领导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也合理 近期他也不时与美国企业的代表联络 聆听对方在贸易和投资法规的意见 又承诺营商环境会更加开放 但据报即使脱离美国事务 刘鹤的地位仍然很重要 主则内地金融监管 防止出现债务风险等 报道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相信 如果换人反映中方重视加强经济合作 但由于胡春华没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 态度可能较以往强硬 戴琪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 没有谈及与中方会面的事 但表明现实对华关税的法律基础过时 需要研究新的关税工具应付 无线电视记者孙雪记不道 来看看天气方面 预测今晚即明天大致多云 有几阵昼雨 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新界在高一两度 吹和缓的偏南风 四点钟的气温是31度 相对湿度70%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14强度属于中 新闻报道完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